主料,苹果100克,小汤圆400克,辅量,糖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苹果一个揭晓丁备用,小汤圆超时有瘦,糖,锅中将水烧开,下入苹果,盖上锅盖煮至沸腾,下入小汤圆,助制小汤圆和苹果都浮上来变得股胀就可以了,加糖一豆二少, 好,搅拌一下至糖融化就可以起锅了,淡淡的果香,清甜的口感,很是诱人哦,烹饪技巧,因为苹果本身就有甜味,不用加太多的糖,糖太多对宝宝的牙齿也不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